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找的是什么? 我们的材料是什么? 我们的材料是人对不对? 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永远都是有限的 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 你才有可能达到成功 你不愿意 VY只会在人身上 所有的精神 所有的东西都会在人 如果 如果他犯错 你要在暗地里把它承担 当你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学习 你学习 然后你学了过后 你不要放弃 你要继续的相信 认识 就是因为这样的相信 我们预备参考今天 第一位既执行总监林文峰博士 让我们掌声欢迎 第一位国际执行总监林文峰博士 Doc.com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 那么首先先感恩大家 来出席我们的 领袖表演大会 那么尤其是一直到 一直留到现在的人 感恩大家 那么其实今天 这个所谓的庆祝会 其实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 为什么 因为今天是台湾立会 五周年 所以它是应该是一个周年庆 所以通常周年庆都有东西吃 不过今天我们可以省下这笔钱 不是 其实我们真正要庆祝的 这个台湾的 这个周年庆 是在每年 这个时候 刚才有人有暗示到 其实不是暗示 直接讲出来 我们会在台湾的一个比较 像样的地方 办我们的周年庆 好像有什么蛋 那么需要大家的掌声 再一次的恭喜 今天所有被表扬的这些领导人 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面 我们表扬了超过500多个领导人 有时候我在想 我在下面想 我在上面也在想 我在一直看 奇怪 为什么这些人会被上台表扬呢 为什么他们会做得这样好 在上台表扬 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祖先的那个坟墓的那个风水 特别好 还是他们的一出事的时候 刚好那个生成八字 刚刚好符合到 所以他们成为非马 是不是这样 他们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他们有的人在台上 而有的人在台下 我想想想 我在后面 这个机会 我就想到 我想到了 只有两个字 而这两个字就叫选择 他们选择上来台上被人家表扬 各位 曾经一个伟人这样讲 他说 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你自己本身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那都是你自己本身个人选择 今天你很成功 为什么成功 因为那是你自己本身个人选择 今天你很失败 你很潦倒 你欠了一批苦债 那是你自己本身个人选择 你的身体很健康 那是你的选择 你的身体很多病痛 一大堆问题 那也是你自己本身个人选择 今天人家很喜欢你 那是你的选择 今天人家看到你就讨厌 那也是你自己本身个人选择 今天你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那是你的选择 今天你的家庭吵吵闹闹 那也是你自己本身个人选择 因为今天不管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那都是你自己本身个人选择 今天一个很有勇敢的人 很有信心的人 因为他选择成为勇敢有信心的人 今天他很自卑 很多恐惧感 那是他自己本身个人选择 你跌倒了 你可以选择再爬起来 继续的走 你也可以选择躺在那边 继续的埋怨生疏 继续的指责别人 所以因为今天不管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那都是你自己本身的个人选择 这个伟人曾经这样讲 他说就算你不去选择 你也已经做了一个选择 因为你选择不去选择 是不是 所以今天 成这样的一个氛围 我们可以跟自己本身讲 我也好像要像他们这样 我也要被人家看到 我也要被人家这样尊重 我也想要被人家这样表扬 那么选择 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无动于众 你也可以选择 成为做一个很普普通通的 平平凡凡的人 也可以的 你可以选择去做不到 为什么你可以 因为这种人太多 做不到的人太多 普通人太多 多一个也无所谓 是不是 不过我时常跟我自己本身讲 我来到这个世上 只有一次的机会 不过有下一次 有可能 不过我不知道 就算有我也不知道 我个人认为 我只有这一次的生命 那么 我就要选择 这一次的生命 是很精彩 这一次的生命 是要很与众不同的 你看VV是一家与众不同的公司 刚才 通过这些领导人的 分享 大概 你应该有一个大概说 VV有点 不能说是与众不同 他甚至已经去到奇怪的程度 相信在VV一段时间的人都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说 我们的老板不喜欢钱 有听过吗 那这句话是错的 我也挺喜欢钱 不过因为钱可以买东西嘛 是不是 不过一个人能够有多少东西 你要多少东西 就是钱 那你换成物质 你足够了 我就觉得 已经够了 其实我 VV很希望 从心里面希望 我们的人 赚的钱比我们多 而它事实上 它已经发生了 的的确确 在VV 这家公司里面 很多人赚比我多 这是我感觉到很骄傲的事情 所以慢慢的就变成有这样的一句话说 一位老板不喜欢钱 其实还挺喜欢的 那么VV是一家很奇怪的公司 什么奇怪 就是他有一发现到 当有些人这样讲说 哎呀你们这样做 还不是为了业绩 是不是啊 马上就会有人挑出来讲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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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为了业绩 我们公司 不是为了业绩 你一定会听到这句话 是吧 这公司是不是很奇怪 这公司不要业绩 奇怪 他做他不是为了业绩 其实这句话也不大正确 其实公司做他是要业绩 只是我们去选择 我们要怎样的业绩 我个人 做生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作风 就是通常我们拿到的业绩 不要有太多的首尾 那我们做生意 最重要的就是不是生意好还是不好 是做了生意过后 不要有太多首尾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好产品 刚才 这些领导人的分享里面 你就会听到说 Reway是单一产品 是不是啊 Reway是单一产品 九年了还是一个产品 其实这句话也不大对 我们Reway现在有十样产品 只是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来卖 那么Reway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十个产品 它也比较少 不过一直都是当作一个来卖 这个产品其实为什么能够到今天 因为我们很认真 非常非常认真在乎这个产品 每天都在思考 每天都在思考 要怎么样去把它弄得更好 更完善去进步它 每天都在想 当今天我都在想 任何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我都想要把它加进这个产品 然后我只想要在这个领域里面 一个产品就好 然后一个产品出来 咦 我们这个 的产品可以帮到什么 可以帮到什么 帮到你的生活品质改善 生活品质改善就是各个方面 对吗 那么我问你今天你 不要说这种很严重的病症 我们先不要讲了 我们讲说 当你的肚子痛的时候 你觉得你的生活品质如何 当你发高烧的时候 生活品质好不好 任何一样东西 从头到脚 一样东西有问题 就会导致你的生活品质 被改善 他们讲说 它可以 这个产品可以使到 我们的生活品质 得到改善 就是说人就开始舒服咯 没有问题咯 意思是不是这样 生活品质改善是这样 所以他是全方位 他帮到各个地方 那很厉害喔 那很厉害 厉害到他被神化 在台湾他不会 在国外 已经被神化 什么程度 到什么程度 一个 我是说在国外 台湾没发生过 那么一个人 躺在病床上 还没吃 当看到那个 我们产品的盒子 那个病已经好了 百分之三十 这样的情况 还有 有时候我听了 我听 已经被神化 为什么 因为传 因为他不是 一个人 是有改善 两个 五个 十个 一百个 一千个 一万个 五万个 十万个 现在已经去到 七位数的人数 在此这个产品 如果说一两个说好 我们可能还可以有时候保留 当七位数 好像一个国家的人口的人 人数 在服用这个产品的时候 而且 用到什么程度 就是 那一天在家里 找不到我们的产品 他会很 我的产品在哪里 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就不得了 而 现在 我们来到第五代 也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真的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所以我们 和我们合作的一些 产品的一些顾问 一些教授 有时一看到我 他们会很头痛 我就一直会要求去进步 那么刚才开场的时候 我们的创购总监 他不是经理 刚升职 那我平起平做教总监 我上次总监也有提到说 好像他们其中一个任务是要 开发多另外一个产品 是不是 然后最近在东京的这个最高峰会议里面 我也有透露到 如果说 如果说 我们 project开盘数 不是一个产品 是十个产品的总 当一个产品卖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产品 那么应该会比 project 夸张多几倍 他会是 那十多个产品 当做一个产品卖 只要是这个行业的专家 这个行业的 关门的人都好 他们一看到我们的产品接下来 他都会不理解 像很多人看到盘调台湾书 他会不理解 你明明就可以分很多产品卖嘛 你们都有人了嘛 是吗 何必这样做 要不要把全部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如果看到我们下一个产品的话 他们可能会没有画脚 不知道要说什么 一样的 会很全方位 非常全方位 在那一个部分 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在还没有推出第一代 我讲到第一代 就是说 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对不对 在还没有推出第一代 我们在内部里面 都已经去到第16、17代 因为你们用的已经是第一代 对不对 第16代 哇 那一种 认真程度 是很多公司都 办不到的 要找一个产品 简单 是不是啊 诶产品好 可以卖 有人 大多数都是这样 不过我没有 所以我们B位才有今天嘛 是不是啊 所以才不会有太多的首尾嘛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做做生意 我们看B位跟其他的同行 或者甚至 另外一个 销售方式的一些传统生意 我们 已经是非常非常少首尾的一个 一个生意 这是最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产品 很认真 有基础 所以我们的确有一个 非常与众不同的产品 那么与众不同的产品 容易吗 要找与众不同的产品 要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产品 就不容易 要做人家的丈夫容易吗 很容易啊 找一个人结婚就丈夫了嘛 男的是什么 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丈夫 对不对 要成为一个人的爸爸容易吗 容易 找一个人结婚 生一个孩子出来爸爸 男的是什么 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爸爸 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妈妈 要成为一个领导人 太简单了 我直接找一个人铁一张风 我马上是他的领导人 不过难的是什么 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领导人 成为一个执行总监 太容易了 去开一家公司 马上你就是执行总裁 难的是什么 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执行总裁 我们不要选择成为普普通通的人 我们找产品 我们也不要选择普普通通的产品 我们要选择与众不同的产品 好的 除了产品有基础以外 要是你不要太多所谓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们在销售过程中的销售手法 那也很重要 你看今天我们在卖一个产品 就是我们在跟人家分享一个产品的时候 其实我们本身都有一定的责任 对不对 我们有某一些责任感 我们必须去履行的 从第一天开始 有些人吃了过后很好 有了一些产品见证过后 就有很多人 接近每一天 都会看到我的时候 非常的兴奋 跑来跟我讲说 老板 喝水了 这次我喝水了 你以为喝水了 懂什么叫喝水了吗 台湾听得懂吗 喝水了 怎么讲喝水了 太好了 的意思 就是比太阳好一点 这个意思 我说什么事 我一个朋友 他要买TreeStar 很兴奋 那么做一个生意人 那么我是一个生意人 虽然有点奇怪 我马上讲一句话 他就心灰意冷整个人 我说不要 他就会看着我 你是做生意的吗 我说我是 我是做生意的 然后就会跟他解释 为什么不要 买TreeStar呢 干嘛 他们一趟回家吃就好 然后好好去推荐人 一个一个推荐 一个一个推荐 成为一个TreeStar 那才重要 是不是啊 你的业绩怎么来的 很重要 不够睡就是这样 要有基础 那个业绩是一时的业情 他来了 后面有很多手尾 需要你去处理 有没有 我们给你第一个掌声 好了 我性感的声音又回来了 甚至有人跑来跟我讲说 哇 要两百套 要五百套 我站在一个生意的角度 尤其当时 当时我们还很小的时候 有可能连一个TreeStar都没有 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公司 只有几个TreeStar 几个恶情 我们都是没有第二句话 就拒绝 为什么 因为做生意 不要有太多的 守卫 是不是啊 要不然这个业绩 它不是业绩 所以慢慢就形成 因为变成一家很奇怪的公司 它不要业绩 其实并不是不要业绩 今天你看看这个场面 你觉得台湾有业绩吗 你这样看一下 感觉一下 那么这个业绩 会有时有很多 有时很少会吗 不会它一定会有一个很 很稳定很 很 一直向上的一个业绩啊 为什么 因为你看我们的会议就好 越来越多人 越来越多人 不是我讲的 我们的主持人讲的 对不对啊 他们每三个月来看我们一次 哎呦 每三个月看我们一次 哎呦 上台的人越来越多 这才是我们要的业绩 所以Reeway是要业绩的 Reeway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就是Reeway不怕有问题 或者说 他还挺想要有问题 就是从来不起求一帆风顺 我们拜神的时候 一帆风顺不在里面 我们希望那条路 是精彩的 是有挑战的 那么走完这条路过后 你就会有很大的满足感 很爽 是不是啊 那么你爬一座山 上山的比较爽 还是你下山比较爽 你上山上去上面说 你很爽 对不对啊 你下山 其实不用走 你跳下来都可以 马上就到 不过不爽 所以我们Reeway很奇怪 不但不怕问题 你看我们核心管理团队 在开会的时候 听到什么问题 我们都里面都是谈笑丰盛 甚至有时候它的危机会大到 整个影响那个国家 甚至那个地区的很大的业绩 我们都谈笑丰盛 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过程 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 我们也不去想它 我们做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 然后一直在坚持 一直在坚持 不会说因为某一些损失 某一些业绩上的损失 某一些利益上的损失 会让我们心灰意乱无际打产 不会 因为就是一直有秉持这样的一个态度 才可以拿到净休 昨天在亚加达 有一个六千人的表扬大会 那表扬大会过后 就直接去机场 早上三四点钟的飞机 到吉隆坡七点钟 转机九点钟 来到台湾两三点 就是 有一群人这样 跟我们一起跑 我几个总监跟我一起飞 要睡又睡不好 刚要睡觉要下飞机了 刚要睡觉要下飞机了 一上飞机又睡不着 刚要睡觉的时候又下飞机了 我们不是从零开始 我们现在不是零 穷蛋 然后要去奋斗 不是 跟我一起飞的这些人 都是千万富翁啊 不是台币啊 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啊 为什么要这样 弄到自己不够睡 我很辛苦 然后晕 然后找伯爹吃 伯爹在哪里 整天还找伯爹吃 这样的公司 我看到希望 因为上面最高的人 他比你还努力 他跑在前面 所以我说一个组织最健康的 不是下面的人在动 而因为没有下面的人 整个组织都在动 从上到下 从大到小 那个公司就很 很蓬勃 很有活力 所以今年2017年 诶 真的 去年2016年是VV的年 2017年 我不懂是什么年 从一开始 我们就有大改革 改革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做很多很多的筹备 你们看不到的筹备 表面上看不到 有时候我暗示一点点 给某一些人最多 也是 不明白 我们在后面做了很多 做了很多很大胆的事情 那么也有很大的改革 那么从三个部门 变成现在七个部门 有我们的创作部 有法务部 有培训部 而终于有了财务部 很多人奇怪 哇 这个公司之前是没有财务部 财务部门对一个公司来讲多重要 对不对啊 还有收纳 还有出纳 还有什么纳 很多纳的 为什么 一个要做收纳 一个要做出纳 没有了 我们一直都是一个人 为什么 遇到一起公司的这些同事 这些工作人员 公司很相信他们 因为一开始设很多防备啊 防这个防那个啊 我们叫他做这个 我们还防他这个 防他那个 这种感觉 一开始就会给人家的 他是一面禁止的 你这样对他 他就会这样对你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的同事们都很相信公司 因为公司 百分之一百的相信他们 所以一直以来都是 谁都可以 我们也不在乎 所以我们公司是没有房的 我发现到有一些公司 以前我参加的一些公司 很奇怪的 东西会不见 他们的厕纸会不见 厕纸啊 是不是叫厕纸在台湾 卫生纸 公司的卫生纸会不见 到最终最后 甚至说 你们就不要拿了 我每个月 你们要拿多少 我发给你们就好了 铅笔会不见 铅笔插会不见 电脑会不见 我在想 不是这些同事的问题 是这个公司的文化的问题 他一开始可能就在访 他在教育人 你不诚实 是不是啊 当然出来的人都是不诚实的 都是不会被信任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一开始就不信任他 相同的今天我们在组织里面也是如此 今天你的组织信不信任你 尊不注重你 很多时候 他是一面禁止 你怎么样对待别人 人家就会怎么对待你 不要埋怨 不要指责 把自己做好 把自己做得很棒 把自己弄得很有姿态 在台上被摆 每个人想成为你 你在这个行业里面 你就成功了 所以他绝对不是一条容易的路 而你 也不要想要他是一条容易的路 越难 接下来在台上 你讲的故事 就越精彩 就越多掌声 那么 我很兴奋 很期待 今年每样东西的到来 那么4月9号 当天 是我们基隆坡的这个 马来西亚的总部 开幕 我也顺便邀请 趁这个机会邀请大家 去参加一下 因为看了那个办公室 不要说你 我都对公司充满了信心 真的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会议是 几个加起来 可以做2000人 在公司里面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说 一家公司 一开始就 把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的规模定死 就是不打算说 我们买一个产业 那么把它装修定格定死了 在里面打地基啊 就是为了做那个 那个桌椅啊 那个椅子啊 做那种 影院的那种 隔 隔 就是说 这样一坐下去 你就不用想卖了 你知道吗 因为你说它是西院 又不是西院 你说它是学校 它又不是学校 就算学校又去买 也没人会买 因为那个地 不是拿来做教育的地 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心思 完完全全 就是在于人 我们投资在人 我们不会说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那个地方原本是什么 我们就保留那个 好 那个地方可以 装修的话 可以很容易拆的 我们就这样装修就好 为什么 因为这样以后我要卖的话 比较容易卖 先保护自己的屁 还好这不是VV 对 感恩 真的 所以我要请大家 多了解的一位 而我很有信心 你越了解 你会越喜欢 好 好 那么 今天的表演大会 也大概到了一个段落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最后一首歌 很好听的歌 很有意思的歌 那么我写的歌 那么邀请前排的雷导人 一起上台 我们一起分享这首歌 在这里再一次的感恩大家 祝福到现在这一刻 谢谢大家 祝你们身体健康 平平 拜拜